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昨晚展開串訪台灣的行程 佩洛西今早會誤蔡英文時指 台灣向全世界展示其民主化的勇氣和對人民的尊重 與中國大陸及香港的一國兩制形成鮮明的對比 行政長官李家超其後在社交平台發布影片 批評對方無視一國兩制在港的成功實展 惡意批評香港民主和自由 是不符合事實的抹黑和霸凌的行徑 特區政府予以強烈的譴責和堅決反對 李家超就佩洛西串訪台灣 重新香港政府的立場 利用事件是以台灣問題挑戰中國的主權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公然挑釁及嚴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嚴重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 李家超重新 台灣和香港特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佩洛西串訪台灣是拿台灣兩千多萬民眾做賭注 是藐視台灣人民的福祉以博取政治利益的自私行為 李家超強調 香港特區政府反對台獨的意志堅定 立場清晰 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 並會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政府所採取的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佩洛西今次台灣之行令台海問題甚至是中美關係變得衝突 美國國內也有專家批評他恥行無意義 一起看看巴士的部總編李童怎樣看 李童你好 質疑佩洛西此行的其中一位就是CNN北京分社前社長 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齊曼可 我早年在內地跑新聞時都認識他 他近年經常遊走台灣、香港、大陸 他向來對中國不算友好 但他也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網站發文 批評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的行為 齊曼可回憶在1991年9月當時他擔任CNN駐中國分社社長 時任的美國眾議員佩洛西在北京展示了他自己的高調作風 他形容那一次是他第一次見識到他的特點 就是喜歡刺痛中國人而不理後果如何 他在文章中批評挑選在這個時候訪問台灣 是明顯帶有無端挑釁的意味 好像這次訪台並非出於某種戰略考慮 而主要是因為美國國會在8月休會 他說必須要問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 就是佩洛西到底希望達到什麼目的呢? 他認為顯然異見 他想要展示自己對台灣的支持 但是他的活動似乎與更宏觀的美國戰略沒有關係 比如促進美國和這個地區盟友的協調合作 以應對北京的威脅 或者鼓勵台灣吸取烏克蘭戰爭的教訓 來提高自己的防禦能力等等 他認為正如白宮發出的混亂信息 佩洛西訪台似乎沒有進行過什麼溝通和協調 他認為今次訪台似乎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徵性質 並不具有實質的意義 這就是佩洛西的又一次擺拍了 他的目的跟上次一樣都是為了刺痛中國人 但是這次跟上次不同 如果現在局勢升級 將會由台灣人民來承擔後果 而在佩洛西抵達台灣之後 美國戰柱華大使鮑克斯 接受CNN採訪的時候 對佩洛西也提出了批評 81歲的鮑克斯是民主黨籍的政治人物 他曾經擔任參議員和擔任參議員長達35年 在奧巴馬執政的時期還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他在節目中說 美國的外交政策要減少台海緊張局勢 現在而不是相反的 而佩洛西真的沒有理由去台灣 他的舉動對中國大陸來說是一種挑釁 由於他不是普通的國會議員 而是眾議院的議長 所以就是一種挑釁 白克斯認為佩洛西任性地訪問台灣 令可憐的拜登看起來很軟弱 因為拜登曾叫他不要去 但他還是去了 白克斯又說佩洛西正在 將他對所謂的民主的支持 一點點地推向了對台獨的支持 他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他說當我們非常接近台獨底線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裡玩火 而佩洛西正在推動著我們 非常非常接近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一旦我們走到這一步 我們就將會付出代價了 看來美國的政圈裡 對佩洛西這次訪台的行為 都有人帶有幾不同的看法 好 麻煩你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 佩洛西訪台並非為了台灣人民的人權 民主及自由服務 而是為了美國人的利益服務 梁振英指 香港作為全中國最開放的城市 需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 但由於歷史原因 港人的國家觀念薄弱 令國家安全意識薄弱 因此需要警惕外國或明或暗的鬥爭 以及危害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的圖謀和動作 保安局發言人嚴厲譴責 袁厄弓夷、何梁茂和梁仲宏等人 在海外籌見所謂香港議會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根據《香港國安法》 警方一定會依法追究 將上署人士刺拿歸案 保安局呼籲市民 要和任何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人士 及他們組織的非法活動或清界線 以免承擔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港府打算透過《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中的 疫苗通行證推出紅黃馬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接受訪問時表示 紅黃馬已進入測試階段 很快將會公佈細節 強調制度是給予非感染者自由 達到精準抗疫 盧崇茂指 預計實施紅黃馬後 第一階段所有居家隔離的確診者 會獲發紅馬 入境旅客會獲發黃馬 容許他們縮短檢疫酒店的日數 等市民基本接受後 再擴大黃馬範圍至確診患者同住的密切接觸者等 2019年11月11日發起全港三霸的黎明行動 大批市民到旺角及大國做一大示威 事隔兩年半 23歲消防設備技術員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及刑委交通燈 他早前承認兩罪 裁判官今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指 被告對於在場附近的警員示弱無睹 光天化日下爬上燈柱破壞 即使他在集結中未至於擔當領導的角色 但仍有積極參與其中 判囚8個月 又下令他向路政署賠償2.8萬元 稍後看看國際消息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展開訪台行程 早上到訪立法機構後 又馬不停提到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 與蔡英文會面 蔡英文向佩洛西頒發勳章 表彰及感謝他對台灣長久以來的堅定支持 及對提升台美交流的卓越貢獻 佩洛西表示 今次來訪是要提醒43年前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 美國不會背棄對台灣的承諾 又讚揚台灣是一個人性之島 台灣抗疫的成就是世界的模範 彰顯台灣人民的合作 與政府防疫政策的成功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 在回答記者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一事表示 聯合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 跟從1971年聯合國大會關於一個中國的決議 在決議中提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 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在訪台結束後 轉到南韓繼續外訪 但由於訪問時間和南韓總統韻社穴的假期重疊 所以兩人將不會安排會議 有當地傳媒分析指 由於佩洛西訪韓期間可能會公開討論台灣問題 南韓當局為了避免尷尬的局面 所以安排韻石穴和外交部長 分別以假期和出差為由避開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 在自家創立的個人社交平台上批評死對頭佩洛西 他形容佩洛西瘋狂並質問他去台灣的理由 又指責他經常惹麻煩 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沒有好結果 在佩洛西訪台前 特朗普也有在社交平台上大潑冷水表示反對 他說佩洛西最不應該插手的就是中國內政 他質問佩洛西為什麼要捲入兩岸的關係 又說他所接手的一切都會變成混亂和破壞 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差 今天的每日資點新聞講到這裡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樓台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睇 我李童和盧永雄 在石樓台不僅和大家一起策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什麼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是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加獨到 視野更加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